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5号 新西尔的VOA卫视 我是萧寻 中国第十二届人大今天举行第一次会议 其中有关中国军费和维稳支出的增长的数字引发了关注 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和VOA卫视驻台北的记者连线 请他介绍台湾的朝野立法委员对中国军费增长的看法 此外 美国之音在北京的记者也发来了人大会议的有关电视报道 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 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世界媒体看中国 我美国人以及法律窗口等精彩节目 不过我们先请袁野来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袁野 好的 谢谢萧寻 中国人大会议星期二登场 中国政府誓言打击腐败 改善环境问题以及促进经济增长 有关详情请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数千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人大代表 齐聚安全戒备森严的北京 出席为期13天的全国人大会议 同时完成十年一度的政权交接 即将卸任的总理温家宝 星期二的开幕式上 发表他任内最后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说中国正面临艰难的挑战 修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所得分配不均的问题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 城乡区域发展的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 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教育 就业 社会保障 医疗 住房 生态环境 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等 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不少 部分群众生活困难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 政府只能转变不到位 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一发多发 温家宝表示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是7.5% 而中国今年的国防支出也将增加将近11% 温家宝说 温家宝也承诺要进一步改善中国的环境 下决心 解决好空气 水 土壤等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大部分都是行礼如仪的会议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正式接下国家主席的职务 而李克强则将接替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面对的是中国民众越来越高的呼声 要求他们对腐败污染以及人权等问题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在星期二召开的中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将任命新的政府高官 新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兑现他的承诺 其中包括惩治腐败 提高民生以及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尽管习近平的亲民形象赢得赞誉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 习近平主政的未来走向并不明朗 请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资源 投入到改善社会福利上 习近平以他提倡经济改革 坚决打击反腐的主张 以及坚定的爱国者和脚踏实地的亲民领袖形象 给民众带来新的希望 去年12月 习近平走访了离北京大约350公里的 河北省龙泉关镇骆驼湾村 向当地农民问寒问暖 还带取食用油 面粉和毛毯等礼物 骆驼湾的村支书顾润金说 他从习近平的访问中 感觉到中国高层的变化 中国目前面临各种社会问题挑战 包括公众对无所不在的腐败深恶痛绝 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以及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 近年来 各种各样因为环境问题和土地纠纷而进行的抗议活动层出不穷 凸显出民众对当前社会的不满 习近平希望借助公众对中共官员贪污腐败的憎恨 和希望中国强大的民族情绪来团结民众 支持他的领导 习近平在他目前为止唯一一次面对媒体的讲话中说 党内存在着许多期待解决的问题 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 脱离群众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问题 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不过很多关心政治的中国民众认为 铲除根深蒂固的党内腐败 需要彻底改变中国官官相护的政治文化 限制共产党不受约束的权利 为此采取的行动将是痛苦的 他们并不认为习近平会这么做 习近平已经让一些希望看到更多政治改革信号的人感到失望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我觉得 就是我是亲民的 我是体力下情的 他就总是摆出这样一个姿态来 只是说你们可能拉选票 在西方拉选票 我们这不用拉选票 但是他要给做出姿态给民众看 争取民业 让民众的支持度要高一点 即使没有选票 他也在乎这个 因为毕竟现在不太一样了 星期二开幕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每年举行一次 在今年的会议上 习近平将取代现任中国领导人胡锦涛 完成中国十年一次的交办 以上是美国之音BOA卫视的报道 与此同时香港民运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星期二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开幕的当天 游行到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 支持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诉求 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成立委员会调查六四事件 尽快落实人权公约 释放异议人士和实现司法独立 请收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和多个关注中国人权的团体 3月5日下午12点 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央办 要求新一届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 以及死者名单 并对死者亲属做伤印的赔偿 他们游行的时候 高呼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成责任等口号 并在中联办的门牌上 贴上给中国政府的公开信 要求当局尽快确认在1998年 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确保公民权利符合国际标准 释放所有良性犯 包括因阻挡 结社而被捕的政治意见者 维权人士以及因宗教信仰而被捕和被失踪的教会人士 致电会主席李卓仁说 镇压为实 从来没有依法治国 也没有任何法治的观念 没有尊重国际的公约 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公约 李卓仁又说 洗礼政权是以维稳的方法治国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维稳费用比军费还要高的现象非常荒谬 代表中国政府以人民为敌人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 肯尼亚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肯尼亚塔暂时居于领先地位 星期二 肯尼亚大约三分之一选取的计票结果表明 肯尼亚塔的得票率以54%比40%领先于他的主要对手奥廷加总理 如果肯尼亚塔和奥廷加都不能获得多数票 肯尼亚将于4月举行决选 肯尼亚副总理肯尼亚塔得到首都内罗比以北地区选民的大力支持 而奥廷加则赢得了最西部各县以及南部地区 大约1400万肯尼亚人有资格在总统议会和其他重要公职的选举中投票 奥廷加和肯尼亚塔都保证将尊重投票结果 国际刑事法庭控告肯尼亚塔参与了操纵2007年总统选举后的种族暴力活动 导致1100多人死亡 在新闻最后 委内瑞拉信息部长维勒加斯说 查维斯总统目前患有新的严重的感染 导致呼吸困难 维勒加斯在加拉加斯一家军医院发布了上述声明 现年58岁的查维斯在那家医院接受治疗 维勒加斯表示 身患癌症的查维斯体内有严重的感染 病情棘手 委内瑞拉副总统马杜罗星期六说 尽管查维斯正在军医院接受化疗 他仍然在掌控大局并做出决策 马杜罗在委内瑞拉电视台说 查维斯上个星期五还将一些政策性的文件送到内阁 马杜罗早些时候曾经表示 查维斯的治疗过程艰难 他正在与死神作战 但他同时表示 查维斯的精神状况良好 并没有被化疗压垮 好的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稍后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 欢迎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UA卫视 VUA卫视 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直播的VUA卫视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大会议上 所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中国今年的国防开支将增加近11% 台湾朝野立委对此也做出了反应 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小讯以及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总理温家宝 政府工作报告 还有相关的这种 关于中国的国防开支 成近11%的增长速率 增长数字发表之后 台湾朝野的立委 对这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 那么因为两岸尽管现在交流非常密切 关系也改善了 可是双方仍然是敌对状态 因为中国也并没有宣布解除 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台湾媒体也非常关切 中国国防开支的问题 那么就此我也特别到立法院 来采访一下朝野立委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么我碰到了国民党的资深的立委 丁守中 那么丁委员他是表示了 就是中国的这个国防开支 两位数的成长已经好几年了 那么他认为这个现象 事实上对于周边的 中国周边的国家而言 是会有一些疑虑的 尤其是对于台湾 那么他认为 中国应该要对台湾 释出更多的善意 那么当然首先的话 就是应该要撤除 那么瞄准台湾的导弹 那么我有这样的话 那么两岸的这个 是正常关系的发展才可以持续下去 那么还有就是说 对于中国的这个宣称的这个国防开支 那么今年是成长11% 但是丁守中委员认为 事实上中国实际的国防开支的数字呢 是高于这个数字的两倍 两倍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他认为呢 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很多的这个 实际的国防开支是隐藏在 在其他的这个项目当中 那么另外呢 我也碰到了绿营的 就是反对党的台联党立委许中信 他也是非常关切 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互动的情形 那么他对于这个中国的国防开支问题 他是认为 中国一再的宣称 不会挑战现在的世界秩序 不称霸国际等等 他认为呢 事实上从这个中国实际所做的 这个事情来看呢 可以说是说的和做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希望中国政府啊 能够减少国防开支 那么把这些钱呢 花在这个一些中国的省份 那么尤其是一些比较贫穷的省份呢 一些这个改去改善一些人民的生活 他认为是比较实际的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隐藏不透明的这个国防开支啊 那么许中信委员认为说 最主要是因为中国是在研发的一些 这个高科技武器 乃至于可能包括核子武器啊 还有就是所谓的网军啊 等等这些这个开支是并没有对外公布 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实际的这个数字 跟对外公布的数字 会有相当大的差距 小群 好的 永泰 最后请你再介绍一下 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军费开支的状况怎么样 那个立委呢 对于这个两岸在军力上的这种差异 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 我手边呢有一份资料啊 是台湾国防部在2011年 就是两年前啊 他们所公布的这个国防白皮书啊 里面就谈到了 至少在最近啊 两岸的现在这个国防开支的差距啊 相差了高达21倍啊 所以是非常大的差距 那么对于这个情况的话呢 我继续这个也访问了丁守中委员啊 就是执政党国民党的这个委员 那么他是表示啊 这样这样的差距啊 真的是很难这个赶得上 所以他也不认为两岸应该 呃 台湾也不应该和中国再继续这个军备竞赛下去啊 他认为应该从这个改善政治关系啊 这个经贸互动 还有就是乃至于未来的这个政治谈判 他认为这样是比较实际一些的啊 那不过这个许中信委员呢 就令的委员认为说 呃 对于中国这样子一个这么巨大的这个 呃 跟台湾的这个差距啊 他认为说台湾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战力啊 那么就是他认为如果台湾不去这个增强自我防卫能力的话 呃 可能只能坐以待毙了 所以他认为 呃 持续的这个 呃 军够啊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谈到了这个对于美国啊 像美国购买武器的这个情况呢 呃 两岸委员也有一些看法 那么像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英手中委员认为说 呃 像美军购呢 当然也是要持续下去 那么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呃 呃 他希望两岸的未来啊 呃 当然就是说这个两岸的谈判呢 不是因为台湾害怕中国啊 因为害怕这个中国强大的武力而去谈判 而是这个双方关系能够正常的逐渐走向政治谈判 那么另外呢 在绿营方面 许中信委员认为说 呃 事实上中国这样的一个呃 呃 武力威胁啊 那么现在美国呀 对出售武器给台湾呢 也有一些这个担心跟疑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 呃 两岸关系现在这么好 那么事实上有 事实上有可能将来这个 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的这个技术啊 也可能会流向中国 那么这是美国所担心 好 谢谢永泰啊 因为时间关系 呃 就只能请你介绍到这里了 不过再次感谢永泰 为我们带来台湾方面对中国军费 持续增长的看法 接下来呢 我们为大家先预报一下 在这个时段稍后播出的 我美国人的内容 美籍华裔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和妻子 一起创办的《我上北京》项目 已经让数十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 年轻的歌唱家受益 2011年和2012年的夏天 田浩江带着他们去北京 参加了五个星期的培训 学习用中文演唱 中国原创的歌剧 还有其他的歌曲 请不要错过稍后播出的 我美国人 不过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带您走上时事看台 了解当下全球热门话题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端江林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中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 今天我们的时事看台栏目呢 就把焦点放在中国的政治话题 中国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星期二在北京举行 温家宝总理代表 中国本届政府在大会上做了 最后的工作 政府工作报告 媒体普遍的注意到呢 中国财政部提交给 这一届人大的报告当中 用于国内安保 还有维稳的开支 再次超过了军费 有关的详情 请您收看 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 星期二上午在北京开幕 温家宝代表本届政府 做了冗长的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中 列举了本届政府的多项政绩 但与会外交人士注意到 在谈到改革的时候 只是笼统地谈改革开放 没有专门提到海外媒体 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 报告对民众广泛关注的反腐败 只以一句话带过 并没有提升到腐败不反 就会亡党亡国的高度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坚持反对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 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 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 做到干部请政 政府请联 政治请民 海外媒体普遍注意到 在开幕式上散发的 有关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 中国2013年的国防预算 将增加至7406亿人民币 相当于1179亿美元 比2012年增长了10.7% 中央和地方在全国公共安全 法院 监狱 以及其他对内安全机构方面的 维稳总开支 将会增加8.7% 达到7960亿元人民币 约合1235亿美元 中国用于对内维稳的经费 再度超过军费开支 正如大多数北京分析人士 所预料的那样 在星期天晚上 举行的首场人大新闻发布会上 占据上一件人大新闻焦点的 薄熙来的命运 没有被提及 薄熙来目前被关押在一处 没有公布的地点 等待着腐败 滥用权力和妨碍司法等罪名的指控 薄熙来案件核实审理 是否公审 成为北京外媒关注的焦点之一 温家宝用了一个多小时 读完政府工作报告 最令人出乎意外的是 他读完报告之后 没有立刻返回自己的座位 而是站在台上 向台下三鞠躬 颇具卸目一位 这将是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 和温家宝作为政府总理 参加的最后一次人大大会 他们均连任了一届 在位十年 大会17号结束以后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将退休 而习近平和李克强 将被人大选为国家主席 和国家军委主席 以及国务院总理 参加这次年度大会的 2900多名人大代表中 70%是共产党员 其中很多是领导干部 他们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 说话比较谨慎 关注的话题多偏重民生议题 云南代表杨燕 今年的还得加大 这个教育这块的投入 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 这个老百姓非常放心的 教育和医疗 对对对 教育医疗住房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吧 广西壮族人大代表黄克 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他感到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很好 他特别感兴趣的 是偏远地区扶贫和贫困山区儿童的教育 提到了加大四个区的建设 加大对革命老区 边境地区 少数民宿地区 和贫困地区的建设 提到了 据报道 这次换届大会将是全力的再分配 高官大洗牌的人大 很多干部会失事 也有很多官员会得到升迁 据北京外媒报道 张高丽将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舆论普遍关注的前组织部长 李元潮的未来 将是任国家副主席 汪洋可能会接替王岐山 担任主管中国财政大权的副总理 记者注意到 湾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出现了一些新的流行词 如PM2.5等等 但是海外媒体和中国民间 比较关注的关键词 如废除或者改革劳教制度 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通过党政干部财产公开的阳光法案 废除一胎化和强制性堕胎等热门词 则没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 美国之音VUA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好 我们在刚才这一则报道上 也听到看到了 就是说在这一次的人大结束之后 习近平将接任温家宝 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最高的领导人 不过在两会热闹的气氛背后 仍然隐藏着一些需要正式的严肃的议题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VUA卫视的报道 习近平誓言要打击腐败 不过他对此有多认真 性丑闻 不法行为和大小官员购买奢侈品的事件 经由网络的揭发引起公众的愤怒 媒体报道说 有些城市开始限制人们取得地产拥有人的信息 经济学家刘胜军 对这个星期人大开会的结果不抱希望 我认为腐败是政府的首要挑战 因为造成所有问题的原因都是腐败 这是一个社会疾病 而不是政府官员个人的道德程度 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制度来改革 如果不改变我们的制度 政治制度 我们将无法看到未来一个清明社会的希望 人民大会可能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华丽盛会 而不是一个政治会议 这招致一般百姓的批评 他们原本就对积累巨额财富的官员非常反感 而中国的贫富差距 最近也在一个独立调查中再次被凸显出来 这个调查显示 中国贫富不均的程度 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甘黎是这个调查的负责人 我认为政府对穷人的帮助不够 我认为现在政府应该改变开支的优先顺序 将资源花在穷人身上 我也认为把资源运用在协助穷人的时候 他们也会通过使用这些金钱 进而协助中国经济转变 北京近几个月来发生中国史上最糟糕的雾霾 这使空气污染成为眼前大家最关注的事 人们通过在网络组成的抗议和资质团体 加强对政府施压 中国大陆极有名的慈善家 企业家陈光彪最近说服十位 自称是污染工厂的老板 在公众面前表示忏悔 陈光彪打算到北京的人大 敦促当局采取更多作为来保护环境 人们不必指望 被许多人认为是橡皮图章的人大 会通过像这样大胆的法律 不过渴望改变的中国人民 会从最微小的迹象来密切观察 看他们的领导人是否有改革的可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看台 继续是有关于中国政治的话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而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已经成为中国新任领导层 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 刚才我们在这一则电视报道中 已经谈到了相关的问题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相关报道 中国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大大发展 大城市的人均收入达到上万美元 然而在甘肃魏源县远古堆村这样的地方 老百姓的年收入才800元人民币 即将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今年2月3号视察了这个村庄 他来到81岁的老人马刚的家 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 习近平拉着马刚的手坐在土炕上 还喝了他家缸里的水 习近平向村民赠送了礼物和过年的春联 习近平抵达之前有安保人员进村检查 村民们猜到会有重要人物来访 但没想到会是习近平 他们惊讶又高兴 但是他们希望习近平的访问能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 至少让人们关注到贫富悬殊的问题 21岁的郭俊辉一年有半年在甘肃省会兰州市当建筑工人 3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 中国农村有大约6亿人摆脱了贫困 但是贫富悬殊很大 有些地方的政府修建机场 高速公路盖楼房 然而在远古堆村所在的魏元县 政府去年才拨款种植马铃薯和修缮厕所 远古堆村的几百名村民吃水还是靠村外的那口老井 有时一天下来经水就枯竭了 当地政府承诺说 今年晚些时候会修建供水管道 但修建公共下水道就遥遥无期了 虽然中国提供免费教育 但是有些村民付不起书本费 28岁的陈秋莹很为她6岁儿子的前途担忧 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上幼儿园 小学 中学 还有大学 可以脱贫 可以让孩子们长大以后脱贫 我们这个村子里脱贫 可以让孩子们过得更好 村民们虽然见到了总书记 但他们对国家甚至是地方政策都毫无影响力 政府如何制定可行的政策 缩小贫富差距 以不辜负村民的期望 是习近平等新中国领导人必须解决的问题 好 在这期的VOA卫视时事看台的最后呢 我们再带您到中国的南方去看一看 那里的省份如何采取措施遏制腐败 在中共领导人加紧打击腐败的时候 南方广州的一个快速发展的地区 不久就会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比如工资有多少 拥有多少房产还有汽车等 还有关于这个核实前往海外旅游等计划 这个计划呢让一些人感到鼓舞 他们要求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增加透明度 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广州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 不断扩大的金融区 便捷的海上贸易交通 造型独特的歌剧院和600米的高塔 除了这些景观以外 广州在打击官员腐败方面也引起关注 很多人认为 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向连政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他们的公共权利太可怕了 所以他们必须公开 觉得挺好的这个政策 它最起码的话 让老百姓心里面有一个底吧 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是时候要认真一把 因为它能在一定的程度上 能够杜绝一部分败污腐败 广东选择了三个政策试点 其中包括新建立的南沙经济特区 中山大学的政府管理学教授倪欣说 南沙的计划主要针对特区一级的高层干部 财产很清楚 你的工资啊 这个存款啊 那么房地产啊 这个股票啊 证券这些财产 但除此之外 可能还有些很重要的 它公开比如说你的婚姻状况 你的出入境状况 去年被划为新经济特区的南沙 方圆800平方公里 广州希望这个发展中的城市 能够加强广州的经济竞争力 倪欣说官员公布资产不仅是打击贪污 杜绝腐败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为什么他同时在联阵做创新的 刚好证明了我们刚才一个判断 就是联阵是提高一个地方的综合竞争力的 一个关键的制度设计 在南方广州进行小规模实验的同时 一些人士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 孙汉辉和他所参与的基层运动 要求中央政府的200名高层官员公布资产 北京的中共领导人会在多大范围内 推广广州的试点经验 目前还不清楚 虽然一些官员表示支持这一政策 但是有些官员认为 这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报道 对于使用iPhone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网址是VOAChinese.com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现在又到了我们的世界媒体看中国的时间了 节目主持人齐志峰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齐志峰来到我们的节目 昨天我看到你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 已经发表了一篇叫中国网络观察的文章 上面讲到两会的问题 题目是二会看笑话 二会一笑话对不对 这一个笑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请你谈一下 中国召开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阅读了很多 关于中国网民还有世界媒体 对这两次会议的相关的报道 还有评论你觉得这两方面评论和报道 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当然中外差异 最大的就是中国网民的这种评论 都是非常贴近中国的 所谓贴近中国的是 比如说我是研究文学的研究文字的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网民的评论 都是围绕着中国的一些政府说法的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词 来评论 来开玩笑 来批评 来谴责 那么对于这个世界媒体来说 这个世界媒体由于语言的隔阂 或者由于文化的差异 他们不能做这方面的工作 他们就善于这个远观 我们可以看这个法国主要报纸 法国世界报驻北京记者弗朗索瓦 布供他的那个报道 他说报道说中国的两会没有什么悬念 习近平和李克强这样分闭当选 国家主席和总理 但是这里边也有悬念 这个悬念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在今后的态度 他说习近平在过渡期间避免表明立场 那么他跟主张这个加强法治的 和主张保持共产党正统的人 都小心翼翼的保持关系 那么在今年2月23日的一次 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 他呼吁加强司法独立改善司法工作 使着能更好的反应公众舆论 官方的新华社当时报道说 习近平当时说从这个意义上说 法律必须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然而在去年12月 他在南方视察的时候 特别提到了跟干部讲话的时候 特别提到了苏联垮台的问题 他说这个苏联之所以垮台 就是因为这个苏共对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动摇了 造成了垮台 所以中共要接受教训 然后他在那里边还提到了一句话 就是说被在中国被广泛流传 说当时苏联垮台 这真是苏共里边没有一个男人 就没有一个男人能出来立法 男子汉 对 能撑住这个局面 这个话的话 引起了中国网民的议论 还有嘲笑 所以现在大家不敢提习近平的名字 就动不动 就说真是缺一个男人 如何如何 大家嘲笑得很厉害 网民嘲笑得很厉害 这个迫使中国当局也不得不做出反应 做出反应是什么呢 中国官方发表了这个报道 说是不要错误的理解苏联垮台的原因 苏联垮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改革 这官方的这个显然是想给习近平打一个圆场 但是人家就说了这苏联缺乏改革 到底是哪方面的改革 是因为它缺乏改革苏联那种非人道的专制的 一党专制的制度呢 还缺乏改革那些可以维护苏联制度的那些维稳措施呢 这方面 所以是这是中外记者或者中外观察家普遍观察的问题 这也是法国这个记者 他也是从这个大方面观察 这两个大 大方向 他往哪方向走 我看这个法国记者呢 在这个人大开幕之前做这个报道呢 可以说有一定这个前瞻性 那么这个人大呢 现在已经开幕了 那么从现在世界媒体 对于这个人大开幕之后 所做的报道来看 你看有什么要值得关注的近距离的这种报道 对 要说近距离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个日本的这个主要报纸 焦日新闻 它一篇报道 他在今天早上日本时间凌晨发出了一篇报道 他说中国全国人大全国人民大代表大会五日召开 担任大会发言人的外交部长复营在四日举行会 举行记者会就间隔诸岛问题跟日本的对抗问题 他说这个中国加强在间隔诸岛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附近的海监船的活动 是对抗日本政府将间隔诸岛这个国有化的措施 那么有日本记者问 中国外交是否会进一步强硬 傅营回答说 你都注意到了吗 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中国的记者都在笑 他强调说 这个中国很多的人说 就是应当拿出更强硬的手段来对付日本 说到这个问题的话 也是非常有意思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的话 但实际上在中国网民 中国网民的话 它是另一套说法 那就是说 很多的中国网民说 你中国当局在这个时候 只要是中国有点形势紧张 人民对这个当局批评的厉害 你就拿出钓鱼岛来说事 最近这个中国军队的那个罗元将军 他这个开设微博 他就讲 他说为了我们亲爱的党 亲爱的人民 亲爱的祖国 他把人民放在最后 为了我们的人民 我们要做战斗 那中国的网民就说 你算了吧 对 就是说你这个三公消费 你没谈我们 强炮拆迁 你没谈我们 住房难 就业难 这个上学难 你没谈我们 养老困难 你没谈我们 到需要找人去送死的时候了 你用我们我们的 去你的吧 你滚蛋去吧 你别来骗人 你们是你们 我们是我们 好的 齐峰 实在抱歉 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刚刚已谈到这个日本媒体的报道 当然他关注的是日本的事情 比较多一些 那世界其他媒体 对于这个两会的召开 有没有更为全方位的这个报道 你给大家 那美国的主要报纸 美国主要报纸 纽约时报 它这个报道 它是这么说 中国的新年领导人 希望一年一度的这个 人大会议将有助于 劝说持怀疑态度的 中国公众相信 中国领导层在认真解决 环境污染问题 以及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 那中国的全国人大年会 是为期两个星期的 控制紧密的政治戏剧表演 人大会议很少偏离 僵硬死板的讲话 记者会议成不变的 支持政府的投票之类的脚本 这次脚本全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一副 团结一致毫无问题的外表 这是纽约时报的看法 好的 非常感谢你 我们再次感谢 世界媒体看中国的主持人 齐之锋来到我们的现场 为我们做精彩的读报解读 谢谢你 不过我们接下来 再为您预告一下 在这个时段稍后的时间 为您将要播出的 法律窗口的这个内容 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 最近就美国国会 1960年代通过的一项 确保少数族裔逃票权的 民权法进行了口头的辩论 稍后播出的这个法律窗口 将为您介绍 这个案子涉及的法律问题 好 马上回来呢 我们带您认识一位 美籍华裔歌唱家 作为的迫害 其实是对它长期迫害的延续 在这一步上呢 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 行车和轰车在往外 两岸呢 这个八年冰封 现在融解出一小孩 当我喝了一小孩 我喝了一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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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很感激 在这一步上 他们都能够做 现在 有什么东西能够做 但是这样女性 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力的成全 这种能忘不去 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VOA卫视 又到了我们的 这个我美国人 来幕时间了 美籍华裔 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和妻子 一起创办的 我唱北京的项目 让数十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 年轻的歌唱家受益匪浅 2011年和2012年的夏天 田浩江带着他们去了北京 参加五个星期的培训 学习用中文演唱中国原创的歌曲 还有其他的歌曲 请看报道 二月的一个周六 纽约林肯中心的爱丽丝塔利音乐厅内 一群年轻歌唱家 正在为当晚的表演做准备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主要是美国 他们排练的曲目当中 有西方的经典歌剧 但更多的是来自中国的音乐 他们都是我唱北京项目的受益者 通过这个项目 西方青年声乐家 学习用中文演唱中国现代歌剧 和艺术歌曲 我唱北京项目的创办人 是美籍华裔男低音歌唱家 田浩江 田老师是个好领导 田浩老师 田浩老师还有其他每一个人都很好 这个想法其实断断续续 也经过了几年的过程 因为我唱歌剧也很忙 所以这个一直到前年 这个计划就真正开始实施了 三轮筛选之后 二十名经过严格古典歌剧演唱训练的年轻音乐家 从三百多位申请者当中脱颖而出 我们选拥的都是 第一要求声音一定要好 另外就是在语言的感觉上要好 另外就是他们要对中国文化是真的有兴趣的 2011年夏天 田浩江带着他们到北京参加了五个星期的培训 我们到了以后立即开始学习 主要是学习那些作品中涉及到的中文发音 专门用老师来教这个 曲调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唱歌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中文 托马斯已经能够用中文介绍自己 2012年这个项目顺利延续 又有二十名年轻音乐家获选 似乎没人在意可能遭遇到的空气污染 没有 我脑子里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我有几个朋友头一年去了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项目 他们建议我也来 从曲目看 田浩江给学员提供的教学中 仍然包括了经典歌剧的唱段 当然更主要的目的还是练习中国曲目 每一个人都已经掌握拿首好戏 我想一朵雪花 黄河以他英雄的去谱 Fields of Hope 我们的家乡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 妻子彭丽媛曾经已唱这首歌出名 是的 我听说过 我知道 抓林海 跨雪远 托马斯的京剧曾经参加了2013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林肯中心的演出是《我唱北京》项目的美国首演 我想如果是真正连训练代言出 至少每年的经费要三四十万美金吧 那么这个钱呢我们要去筹 我们要去筹款 要从中国和这边两方面筹款 那么这个也很难 以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汉语语言和中华文化为职责的中国国家汉办 也就是孔子学院总部 是项目的主办者和出资方之一 对我来说 我还没有直接碰到负面的意见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是汉办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 那并不是一个孔子学院 我们是个爱心北京是一个青年歌唱家汉语演唱项目 学习过程中会不会涉及到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关的材料呢 No 没有 不会 当晚的曲目中包括歌剧原野和李白的选段 黄河大河唱中的部分曲目 还有中国民歌和改革开放之初的流行歌曲 中华曲目我们画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今天 那么等于我们给大家展开一个声乐的历史的一个画卷 从1991年首次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到现在 田浩江已经成为在西方歌剧界发展最成功的华裔歌唱家之一 他刚刚踏入美国歌剧界的时候 需要专门跟随语言老师学习西方语言 我们这代歌唱家就是这样 就是觉得唱歌剧就是要到西方 而且就是要用西方的语言 英文法文德文来演唱西方的这些歌剧 从年轻的时候学习用西方语言演唱 到如今带着西方年轻人学习用中文演唱 这是一个有趣的循环 从美国目前的情况看 歌剧观众群体相对老化 市场前景面临挑战 学员们认为彭博的中国歌剧市场 对这个西方古典艺术样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 非常重要 我唱北京项目算是一个有趣的尝试 我认为这个项目的目的和主要的焦点 在于定义中文为一种可行的歌剧语言 就跟其他的歌剧语言一样 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实验 但我们已经证明这条路走得通 你知道欧洲已经拥有的歌剧几百年了 未来我们有了一扇新的大门 我们可以进到世界的另外一个部分去表演 林肯中心的表演结束之后 我唱北京还将去美国的几个大学试验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 天豪将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继续下去 如果你觉得它值得 你觉得它有价值 你觉得它可以做 我想你怎么也要坚持管它做 美国之音记者西西方正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又到了我们的法律窗口的时间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最近就美国国会1960年代通过的一项 确保少数族裔投票权的民权法 进行了口头的辩论 下面的法律窗口节目 我们就来为各位介绍这个案子 涉及的法律问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对美国国会 1965年通过的投票权法案进行了审议 审议的焦点是该法律的第五条 第五条要求州和地方政府 在做出影响投票的改变之前 必须得到司法部或者联邦法院的许可 或事先批准 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历史上 在投票中出现过严重的 种族歧视问题的最南部几个州 和其他一些州制定的 美国内战后 美国国会在1870年通过 宪法第15条修正案 明确给予有色人种投票权 但是在最南部诸州 非洲裔美国人因受到读写能力测试 以及投票税的歧视 参与投票仍然困难重重 1965年 在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的推动下 美国国会通过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投票权法案 以彻底消除对非洲裔美国人 构成的投票歧视 同年8月6日 林登·约翰逊总统将其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国会曾经多次延长 这个法律的有效期 最近一次是在2006年7月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在该法案届满之前 以压倒性多数批准延长 这个法案的有效期限 并经由布什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但是被投票法覆盖的一些州的 保守派组织和政府官员最近提出 这个法律在当今社会已经过时 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 布奇·埃里斯是阿拉巴马州西尔比郡检察官 在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诉讼的就是西尔比郡 被起诉方是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 这个案子2011年提出 经过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 2013年2月27日上达联邦最高法院 过去48年 这些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从1964年开始就任郡检察官 投票权法第五条在我们这里实施的时候 我才24岁 到上个周末我就73岁了 但是对我们实施的规定仍然一成不变 这个法律根本不是用于我们 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约翰·路易斯是来自乔治亚州民主党籍的 美国国会众议员 1965年 他在阿拉巴马州领导争取投票权的游行中 遭人毒打 我们从那时以来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投票权法 一些人喜欢指出我们已是国会的少数族群 我们有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的这一事实 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呢 一些民权组织和奥巴马政府 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中 为投票权法进行了辩护 他们承认过去几十年间在投票法覆盖的一些州 种族关系的确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这个法律对确保各州 以及地方司法管辖区 保护所有美国人的投票权 无论他们来自哪个种族 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联邦最高法院几位比较保守的大法官 在法庭的口头辩论过程中 似乎对投票权法第五条表示怀疑 他们质疑美国国会1965年通过的这个法律 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是否仍有存在下去的必要 因为它是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初期 美国民权运动的产物 如今社会已大不相同 联邦最高法院何时就这个案子做出判决尚未决定 预计法庭的判决不仅会对投票法本身产生影响 也会在全美引起反响 VOA卫视记者马龙 亚威 施萌 华盛顿报道 好 以上就是VOA卫视第一个小时的全部的内容 感谢您收看 节目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昆士兰彩虹湾举行的 ASB世界女子冲浪锦标赛 澳大利亚战的精彩的场面 祝您晚安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VOA卫视第二个小时 由郑玉文为您主持的节目 我们再会 请您的节目 请您的节目 哇 你把那在前面的特殊 那是很厲害 她的收集了 她又是很好的 她在前面的摩操 她就在上了 一般的摩擦 它又在下头 又是十分的 又是超棒的 又是一特殊 又是非常有力量 哇 那是很棒 她的衣服 她是非常棒 她是她的 增加了 她是最好的 也很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